字串分割 那这个也是一个同学问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不错 所以我就把它拿来当上课的教材 那他问的问题是这样 首先第一个 他在网路上利用VBA下载了很多网页里面的资料 可能公司里面需要他去分析一下 有哪一些网页 那他就用VBA去抓 那可是抓下来的东西就一个网页存成一个出身格 所以一个格子里面就长得像这样 但是呢 他遇到一个问题 公司就是某个网站里面 他做的这些东西的部分资料他要 可是部分资料他不要 他要的最重要的就是里面的超连接 他只要抓出每一个网页里面的超连接就好了 所以这边的话他需要的是从这个刮壶 这个怪怪的刮壶的这个地方的右边 到结束的刮壶的左边这个地方 他需要把这个资料 把它放到B栏里面 那如果以往的做法 你可能需要点两下 Ctrl C 这边Ctrl V 对不对 然后呢 再下一个 再一个 再一个 那里面的话呢 如果他已经抓了几千笔资料的话 恐怕你在下班前一直都在做 点两下 Ctrl C Ctrl V 的动作 那这个地方 有没有什么方式呢 可以不要让你是Ctrl C Ctrl V 可以快速的完全这件事情 这大概有很多方法 如果你不想用VBA的话 你可以用函数 那有什么函数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呢 这个时候 其实我在云端上有提示 你可以用两个函数 请用 哪两个 MID 这个有印象吧 这用的非常多了吧 因为我们的字串 是在 某一个字串的中间 但是 这个MID呢 它需要 第二个参数是 从哪个字开始算起 第三个参数是 要几个字 所以 我怎么知道 我要的东西 是在哪一个字 所以你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φ函数 去φ什么 φ它 那φ到的时候 可是会有个问题啊 可是我并不是要从这个字开始 所以这变成了 你要把它加一嘛 加一不就从后面这个字开始 然后再φ这个字 φ到它之后的话呢 要把它减一 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这个位置啊 我要往前嘛 所以叫减一 对 那这样子不就可以抓到中间这一串了 OK φ 所以 这个地方的话 我想各位可以试试看 那要怎么去 把这个做出来 然后 中间的部分切出来 它就自动帮你把结果 放到这边来了 我可以一次做完 可是我不建议你一次做完 你可以把φ跟mID分开两次 因为如果你要一次全部做完 难度 对各位来说 可能比较高了 那所以第一个我要先找什么 H 我现在先找这个东西 找它的开头 把它放在上面 C1 那 后面的结尾 把它放在D1 那底下的话就是说 我要找到的是第几个字 所以插入函数里面的话 你找到文字里面 会有一个find 找什么东西 找 第一个的话 特别注意 它的是什么 它是要找什么 find什么东西 是find这个 然后记得先把它锁起来 因为等一下会向下填满 within 在哪一个 在这里面 有没有找到 有 在第几个字 145个字 有没有 按确定 然后145个 那隔壁的做法一样 所以 你就做法一样 所以我就快速的把它 那把这边改成D就可以了 D1 找上面的东西 210 我们数字出来了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可以怎么样 再利用呢 插入函数里面有一家mi 文字里面的mi mid的函数 文字 start 从这个字 加一个字 为什么 因为找到这个不要 那 再来就是 要几个字 这一个字 减掉一个字 再减掉 这些字 这样子的话呢 按确定 看一下 有没有 做出来了 刚好 我们的头 在这里 位 在这里 刚刚好 有没有 那你就可以 向下填满 不过这边应该不OK 为什么 因为这个还没填 所以你把这边先填满 这边就通通出来了 我们这样 这样快很多了吧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刚好 因为他的问题就是 他刚好需要 用到 超连接部分 但是 问题还没结束 因为他做完之后 他就向下卷动 我就跟他讲 做完了 我就跟他讲 这做完了 然后往下卷动 超连接在这里 有没有 但是 因为设定 也用了他 所以他只会找到什么 设定的头尾 那这时候麻烦了 怎么办 其实还有个方法 什么方法 就是 你干脆 找的时候 干脆找 这个不就好了 因为设定一定不会有小鱼嘛 对不对 贴上 然后 设定后面也不会有大鱼 不过其实好像找 也不用 早上找 前面那个不一样就可以了 不过如果你要 不做不修 就干脆两个都不一样 OK好 但是呢 找到以后 少一个 这个公式可能要改一下 因为这个找到以后的位置 他一定 找这个 有没有 他一定会以算头 所以这个地方还是要加一 他应该要找到是 这一个的第一个字的位置 这个位置 那这个的话呢 是 他找到 这个位置 所以是找到这个 所以就不用再减一了 如果再减一 就会少一个字 所以把减一拿掉 打勾一下 就OK了 往下填满 看一下哦 设定 设定的地方 刚刚设定好像是在 在哪里 就应该OK了 刚刚设定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就几乎可以避开了 避开了 有没有 不过呢 他又问了第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 因为在这个网页里面 如果有一个以上的 像这个是一个 就是像这个是有 一个 两个 三个 那如果有一个以上的超连结的话 你只能抓到第一个 可是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怎么办呢 就 抓不到了 这个时候呢 就要再想办法了 好 想什么办法 很简单 这时候 你如果用函数 可能就会有局限 为什么 因为函数 它就是 一个 一个 顶多你再多一栏 就第二个 第三栏 那也不是办法 所以 函数 恐怕会有局限 当然可以办得到 可是我觉得太麻 所以后来的话 我就写了VBA程式 因为今天时间关系 最后VBA程式 可能没办法细讲 但是我把它run一下 给各位看 逻辑上 都跟刚刚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就写一个 插入一个程序 叫切割 字串切割 范围一样 只是说 这边有变数叫F1 然后呢 利用的那个 函数不是用Fine 在VBA里面呢 会有另外一个 叫INSTR IN3 这个好像 记得在黑名单筛选 里面有提到过 有吗 有讲过吗 有吗 有的有 有的说没有 到底有还是没有 好 好 应该有吧 我记得 是在这里吗 我忘记了 反正我讲 啊 没讲过 黑名单筛选里面有 所以黑名单筛选的 那个范例 有用到那个 这个函数 但是有没有也没关系 反正他的作用 就是去找什么呢 这个里面 有没有某个关键字 所以其实查询全文检索 以前我写过全文检索系统 都会用这个函数 也就是找某个关键字 他有没有在这个文章里面出现过 出现过的第一次 他就跟你讲第一次位置 那你可以再从他找到的位置 再往后面找 找到几个 他就会出现几次 那以前是怎么样 把他那一 找到那个位置 把它切出来 放旁边 列出来 他点击下去 就自动跳到那个文章里面 或者那个档案里面 告诉他说 你的东西就在这边 这样很方便吧 以前我写过这东西 所以对这东西的话 算还蛮熟的啦 那里面的话呢 基本上重点就只有 第一个 找到第一个位置 找到第二个位置 最后再利用什么 me的函数 把它切出来 所以我们把它切出来之后 我一样把它放在B栏里面 执行起来 就会是我们要的 那我们的 这个也是要抓C1 抓D1 OK 执行一下 因为理论上应该都一样 这边 所以跑起来 我把它这边清掉一下 那跑出来的话呢 基本上 就会是跟刚刚一样 有没有这边 那可是问题 刚刚只能够 跑一个 但是如果说 你要跑多个的话 其实 城市就会变得 比较复杂 为什么 因为这边 除了Fall回圈之外 会多了一个叫 Do While loop的回圈 什么意思呢 其实大概解释一下 就是 他要去找 直到找不到为止 的意思啦 Do While Do就是做 While是当什么 当后面这个不等于0 不等于0的意思是说 找到了 因为找到一定是不等于0 因为找到会告诉你 在第几个字嘛 如果找不到就是0 也就是说 找到了 就是把它切出来 切出来之后 做什么呢 先放在S 这个字串变数里面 然后呢 S等于S自己本身 再串 那最后再加一个什么 换行符号 他最后串串串串串串 全部呢 就帮你 一个超链接 Enter 换行 换行 最后再输出出去 所以啊 这边的话呢 提供给各位参考 因为这个难度还蛮高的 但是程式说真的啦 没几行 真的没几行 但是它的效用 我试一下 也会看一下 其实按下去 应该就可以马上把那个 底下的所有的 那个超连结 通通都帮你把它集中在一起 反正管它几个 它就通通帮你把它集中在同个储存格里面 当然如果你有类似的需求的话 很快啦 你弄一下 马上就全部把你做好了 这感觉还蛮好的 我想这应用应该是平常 因为这东西用的还蛮频繁的 所以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因为时间没那么多啦 所以回去有时间 这个地方自己再看一下好了 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因为这刚好是有个同学 提到一个问题 我觉得它问题还不错 所以提供给各位参考一下